整个月前台湾南省医学的研究和国际 台湾南省医学学会都会定期基盘核实演讲和讨论 合作区块建议医疗经验的交流合作 报告地,欧尼都在投资地区来办理的核实演讲 这次特别选在的环境潜移的独特兴办理 除了要进一步提升台湾南省医学的医疗追踪和评价 也后参加的医学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核实环境 这个临床上常常跟这个症状刚好颠倒 所以我是认为这一题的症状是因为太紧张造成的疲异 医疾案内很吻响 每一个医生都又有不一样的想法和意见 不过也有这样的机会 大家才能面对面进行交流 我们也知道医疗是要求的是零失误 所以其实我想大概每一个医师 一辈子里面我们还是要透过不断的学习里面 让我们的知识也更加成熟 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有的医学心资里面 是日性业异的一天 比一天的我想大概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所有医疗你还是要掌握 整个医疗的一个脉动的话 我想他还是一定要来参与 你怎么样去评估 你的对你的病人的也就是太后方便 你要怎么去评估 台湾南省医学会 定期都会基盤一项 促进医疗追踪和品质的核实环境 主要就尖对南省的幸福人最爱 以及北省的镜头来做分享和讨论 那过去我们focus 我们在意的是波及功能障碍的问题 可是事实上男性说 伸瘦早期的治苦的病人也不在少数 那目前来讲在去年 所谓的合围一个叫 比利金这样的药物来治疗 那事实上蛮多的病人反应都还不错 所以我们是特地安排这个会的大家来讨论这个议题 然后看大家的经验做一些治疗经验的分享 这次主办单位跟第三集团便宜合作 特别选在六国乡的客户地区办理 刚才给社区便宜 有一个基盤大型学术演讲的经验 也会参加的会员 有一个榜山工作还在买的机会 像我们这个设计院 其实要去办这么大型的一个协会 其实是一个挑战 但是我想大概 我想大概 因为有心的话 我想大概就不来 所以这一次纵使再大的挑战 我想我们给它承接起来 那透过我想大概整个一个团队运作 还有协会当然也帮忙 还有所有的厂商也愿意来参与 所以我想大概这一次 那个协会的办理 我想大概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次 虽然是一场客户演讲 不过在亲生的气氛当中 来自全国国家的会员 也都带到很大的商品 记者王主如常报道